一个厨子不看菜谱看上兵法了 瓦格纳兵变落幕 这普利格金到底是如何起家的呢 大家好,我是李哲 6月25号,普利格金率领的瓦格纳雇用兵军团 在距离莫斯科只剩80公里的地点停下了前进的脚步 此刻的莫斯科城已全面戒严 凡是没有得到俄罗斯当局允许的武装力量 一旦出现在莫斯科街头将被原地抹除 能凑齐的防卫力量也都全部一字排开 等待着暴走的瓦格纳人的到来 最后时刻,普利格金和俄当局达成了协议 瓦格纳军团从前往莫斯科方向的线路上原地掉头 返回营地 仍在罗斯托夫的瓦格纳人退出 普利格金带领着参加兵变的4000嫡系部队 前往白俄罗斯 剩下的雇佣兵指挥权也交给俄罗斯国防部编入俄正规军 这场过去24小时极为轰动的 可能改写俄乌战争走向的瓦格纳兵变落下帷幕 那么,瓦格纳雇佣兵军团是如何成长为一支无往不胜的队伍的 这带头大哥普利格金又是如何从普京的御用厨师 单调整个俄罗斯国防部呢 好,我们来看这位普利格金 他出身非常卑微,没读过什么书就成为了一名社会闲散人员 1981年的时候,他因为抢劫、欺诈等一系列罪行被判入狱 这一关就是九年 好了,出狱的时间点,我们也都知道 1990年赶上了苏联解体,整个社会全面转型 那么因为他是刑事犯 没办法回到体制内,只能下海创业 1990年,他在圣彼得堡开了一家餐厅 正好当时普京在圣彼得堡担任第一副市长 两个人的孽缘就由此开始了 普京后来担任总统的时候 经常在普利格金的餐厅 叫普利格金大酒店接待各国政要 我们从很多照片上都能看到这样一段历史 还接待过小布什等等 之后普利格金更是创立了康科德的管理咨询公司 也是凭借着和普京的铁盖关系 拿到了为俄罗斯学校和军队的餐饮提供服务的合同 并且为普京组织国宴 所以就被媒体称之为普京的大厨 Putin's chef 我们知道普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长桌 有人说是因为他不太喜欢和人太近距离的接触 免得产生什么意外 因为普京是一个非常小心且敏感的人 但是在普利格金面前 他可以愉快地吃着摆在面前的饭菜 也可以说他对于普利格金是完全信任的 至此钱对普利格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 他所需要的更多 那瓦格纳雇佣兵公司就横空出世了 在俄乌冲突之前 瓦格纳其实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组织 他的前身是斯拉夫军团 参与过叙利亚的战斗 之前公开的领导人叫德米特里·乌特金中校 是照片上这位 那么2014年他就改组成为叫瓦格纳 因为普利格金是德国音乐家 这个理查德·瓦格纳的死忠粉丝 所以他就用这个偶像的名字来命名 去致敬瓦格纳 那这个组织一直是在非洲 中东展开各种活动 比如说他会拿到很多的金矿 钻石矿 还有一些中东油田的控制权 以此来获得巨大的财富 那其中精锐部队5000多人 主要是当时俄罗斯特种部队的退役老兵组成的 我们都知道瓦格纳军团各种轻重武器它都有 还有防空导弹甚至武装直升机等等 他就是依托这些受过特种训练的特种兵部队的老兵 他专业的过瘾素养 培养EPP这样现在如今的暴走战士 据说这些雇工兵每个月大概有3000多美金的费用 直到2022年的9月份 普里格金才大方的承认说自己是瓦格纳的CEO 并且他也是非常高调 还去俄罗斯各地的监狱去做一个交易 什么交易呢 就是上战场换自由 你只要是被判刑了 在战场上存活6个月就免去一切罪行 所以我们后来再看到巴克木特战场绞肉机上 血腥对抗中 这些亡命徒发挥了重要的炮灰作用 瓦格纳军团拿下巴克木特成为了俄罗斯的英雄军团 在世界上也打出了名声 势力也是越来越大 战斗力越来越强 也为之后这场兵变埋下了祸根 瓦格纳最高是拥有8万战士 其中前往莫斯科的总共有25000人 历史神奇就在于 他没有边界 随时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 让普里格金从拼尽全力为俄罗斯当局卖命 到刀刃向内的重要原因 也就是普里格金和俄罗斯国防部邵伊古 和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的矛盾 而俄罗斯国防部提出的 和志愿兵部队签订一个新的合同 将一切非政府武装收编国有这件事 爆发了这次瓦格纳冲击莫斯科的上访事件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下期我们就来说为什么普里格金要冒如此大的风险 也要挥兵莫斯科 好 日之观察今天就是这样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见